大家好,我是东京颜太郎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从日币400万做到1亿的一个日本的散户 这个好像是那个浏览器 Google Chrome浏览器直接给我推荐的一个网站 然后我点击来看了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看一下这个人写的一个Blog Blog的名字叫做 专业投资家Oji-san 这个Oji-san在日语中就是大叔的意思 他就是把自己的投资的经历写进来了 后面一个Konkatsu Fuku Mu 就是他也在就是相亲 应该还是单身 首先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个介绍 Profile就是个人说明 他是今年35岁 投资17年 从18年开始成为那个职业的投资家 之前应该也是兼职的 就是边工作边做股票 他主要的就是方法就是 就是企业分析 就相当于类似于价值投资吧 我首先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人 我看一下 大家知道在日本有比较有名的投资家 有个叫BNF的人 还有CIS 这两个人都是从大学的时候开始用很少的钱 做那个日内交易 就是超短线的啊 就是当天买进卖出 这个BNF的话就是大家网上可以看一下他的视频的介绍 基本上就感觉就是一心扎到股票里面去了 就不太关心其他的生活 然后没什么感情 就是感觉就是机械式的交易 当然他很厉害 我不否认 但是他这样的交易的生活 我可能不太推崇 那个CIS是所谓的能够就是撼动日经的男人啊 他也写了一本书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但这两个人我总觉得离普通的交易者太远 而且做日内交易的话 说实话 我的视频中有很多讲日内交易的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很多人如果上班的话没有时间 第二个的话难度应该是最大的啊 所以很难很难 所以我建议初学者刚开始的时候 为了熟悉这个股票 可以做做日内交易 但不要沉溺于做日内交易 如果不能稳定盈利的话 最好就是停止啊 之前我也有做过相关的视频 跟告诫过大家 这次再重复一遍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 就是投资的那个 投资的那个 就是经历啊 他们家是从祖父时代开始就做了股票投资 也就是整个的家庭范围还可以啊 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呢 就是对股票可能有一些偏见啊 就是就一收股票 我觉得风险很大 有可能会亏掉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 然后他是从中学的时候就开始 看那个 就是股票的那个栏目 看新闻的股票栏目 从18岁开始啊 18岁开始 他自己的有40万日币 大概折合人民币24,000 现在的汇率 可能是打工或者什么挣来的啊 然后就开始做股票投资 然后大概毕业之后呢 在那个做市场营销 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面 大手就是大企业啊 做市场 然后他就是主要是跟客户啊 商业模型啊打交的 还有顾客的数据 然后呢 他就投资呢 大概那个到了19年的时候 你算一下他今年35岁 应该是2018年 就是三年前 应该32岁时候开始 那个独立出来啊 他就是相当于22岁 毕业到32岁 这10年是在公司工作的啊 边工作边投资 然后想说的话 他到2019年5月份的时候 就达到了1亿资产 他总共就是 就是放了400万进去 然后最后的话达到1亿 就增长了25倍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他说这个 他说这个博客的目标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说 增加在日本做投资的人 特别是年轻人 说实话 其实在日本的话 日本的股票 基本上60% 70%以上 都是外国的投资家在做 日本的 日本的散户是比较少的 可能我是觉得 日本 日本的散户是在 在那个 在八 90年代吧 90年代初 就是那个 日本那个泡沫破灭的时候 就股市泡灭 当时从38000点 突然就跌下来 那个时候呢 就是伤了很多人 所以说很多人 包括整个的社会氛围 还有家庭的环境 都是不太推崇 做股票的这种啊 所以 某种意义上 在那个 做股票的人的 社会地位也蛮低的啊 因为 因为日本呢 比较推崇那种 大的企业 稳定的工作那种 稳定交税那种人 你贷款啥的 都比较好贷 但这种 哪怕你再有钱 你如果是 听说你是做股票 投资的人家 可能就是 总是觉得 不务正业的感觉啊 在日本 他说他所以说要提高 这个职业投资家的 社会地位 所以他写这句话 就说明现在日本的 职业投资家的 社会地位并不高 虽然可能很有钱 然后最后的话 第二个他说 他说想提高 就是个人 投资家的水平 就是意思说 现在其实个人的散户 个人投资家 就是散户的 投资的水平都不高 有个统计说 九成的散户都是亏的 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统计 还是可信的 我觉得应该是 看我视频的人 都是一些新入股市的 或者是 没有太多经验的散户 所以我觉得大家值得 看一看这个视频 刚才说了 我继续往后翻 翻他在达到1亿的时候 写了一篇日记 就这个 大概是在2019年 5月22号的时候 写了一个日记 他就讲了这个历史 讲了他的心得体会 我就跟大家一起读一读 然后分享一下 他的一个交易心得 我觉得一定有大家 可以值得参考的地方 他是应该入籍 是慢慢的入的 每次几十万 或者几十万几十万的入 入入到四百万 最后的话 就是从四百万变成了一亿 我们看一下后面 这是他的超速业绩 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主要看 他的一些经理 他前期 就失去了七年 什么意思就是说 他最开始七年的时候 一直是亏的 当然可能没有亏到底 但他是亏的 亏了七年 也就从十八岁开始 到二十五岁 这七年间是亏的 从二十五岁到 到那个 三 2019年 他应该是两年前 三十三岁的 这个八年时间 然后 到现在是十年 就是一直在 就是每年都是 按照每年来统计的话 都是正的 他说他自己 也并不是顺风顺水 我们之前说到 他们家都是 从爷爷辈 就开始炒股的 但是他还是 亏这么多 所以说 按照说 他爷爷可以教他 是不是 但我想说的这一点 其实也没那么容易教 很多东西 只有你自己去体会 才能够知道和做到 而且去执行才可以 而且一定要独立思考 好吧 我们再看看他 他的回忆 就是说最开始的七年 就是他到底是做了什么 这句话就是说 最开始的 最前期的七年 到底做了什么 他说他没有 没有就是太多的记录 但是他的整个的印象 是这样的 给大家看看 这七年做了什么呢 Tema Kabutoshi 这个Tema 应该就是那种 热门的股票 就是 就是人气 就是很旺盛的股票 然后涨上来的 可以说是涨上来的 股票做投资 这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就是说 喜欢那种 就是股价变动 非常大的股票 一天就涨个 100点200点 一跌也是跌200点 那种股票 第三个 就是说 不能止损 或者是止损 止得太迟了 这是他的 做法 第四个就是说 稍微涨了一点 就马上就是 就卖掉获利 所以总是亏很多 就是涨一点就卖 其实我看到很多初学者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 股票 1000块钱买的 跌到了 就是700块钱都不卖 就像那亏了30% 然后稍微回到了1000块 然后回到了1100左右 马上就把它卖掉了 再算一下这个盈亏比 亏3 你这样长期下去 肯定是亏的 我并不是说 你那个 你就是 到700块钱不止损 是有错的 但是 你如果是只涨到1100就卖 你这样长期下去 从数学概率上来看 你长期下肯定会亏 所以 三四两个点 可以我们经常说的一个 一句话来说 就是说 就及时那个 阶段亏损 让利润那个飞 或者是让子弹飞 这两句话 那么第一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是值得 一些 一些人关注的 很多人都是喜欢那种 新IPO的股票 就是 股价波动 很大 很刺激 或者说是 开热门的股票 去追高 但我想说的是 这个人 得做的是那个 就是波段交易 其实波段交易 有的时候 你是不能追高的 做日内交易的话 我觉得这两种股票 是没问题的 就是说 现在话题股票 还有那个 ATR 就是波动范围比较大的股票 没问题 因为你做日内交易 如果你不做股票 波动 就是 股价波动范围大的股票 你没法去 在日内 五分钟的K线图上 盈利 对不对 但是做波段交易的话 其实不一定的 我不是说不能投资 这个 话题股票 但是一定要就是说 在比较低的时候潜伏 其实成为那种 话题的股票 就是热门的股票的时候 它可能已经涨起来了 你再去追高的话 就风险很大的 好吧 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一些心得体会 他说想讲一讲 第一个 就是那个 话题股票的投资 他说 现在这个时期 这是2019年时候 那时候5G 关联的股票 就是都涨得很好 就是要买 他说 你买这个话题股票 都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你如果是看到 这个股票热门就买的话 那你的 就有点浅薄了 就是比如说 当时他举的一个 举的一个股票的例子 叫这个 安尼茨 这个股票的话 出来了 他说 如果是 看开始的他的话 他会看着这个PER PER是那个 视野绿 视野绿 然后 感觉还可以 或者几个参数可以 马上就去买了 但是呢 他如果现在的话 他看着股票 他怎么买呢 大家看一下 他首先看这个5G的 市场规模是怎么样的 然后可以会持续多久 然后他竞争对手是谁 也就是说 要看他的那个 公司的这个 所在的行业的市场的规模 第一点啊 第二点 就是说 大家知道 5G之前是4G啊 就是说 4G的时候 这个是通信公司 应该是 没有卸查 他过去的业绩怎么样 就看他的历史 第三 这是个外部环节啊 外部 然后公司的情况啊 然后这个也是公司 然后股价啊 这个是相当的 公司情况是 就是基本面啊 这个是技术面啊 然后第 第四点啊 他是5G的需求 完了之后呢 他的成长性是怎么样的 就是靠未来 然后最后是 第五点 财务报表的分析 然后第六点 他会不懂的话 他会还会 还会去干嘛 大家看一下啊 不懂的话 会跟那公司直接去问啊 你们公司的战略 或者情况怎么样啊 大家看一下啊 他这个基本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他是 是做什么啊 价值投资分析 大家知道 做价值投资 比较厉害的啊 美国的有那个 巴菲特 但是我总觉得 巴菲特 离我们太遥远了 所以你看到 巴菲特的理念和书 可能也得不到 很大的帮助啊 因为毕竟所出的 时代也不一样了 然后他的思路方法 我觉得太遥远了 但是这个人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啊 我觉得很有道理 就是说 你公司是有在行业中的 行业是外部环境决定的 你这个市场蛋糕有多大 就决定你公司的成长 的可能性有多大 你公司的历史怎么样 能代表你的未来 然后你公司 这个需求的未来怎么样呢 你决定你能走多远 然后最后才是 那个财务报表的情况 所以说他的投资手法 我觉得应该是从 一开始的那种 就是简单的 简单的技术 技术分析 加上简单的 基本就是价值分析 加上技术分析 到了现在的这种 深度的价值投资分析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股价啊 经济学证有一个 就是这个价值 是围绕着价格波动的 如果价值是涨的 这个股价应该也是涨的 价格 这是价值 价格 所以你如果内在的价值 内在的市场不够大的话 肯定很难的 这是他的那个情况 我们继续看他的 然后看到后期 后期怎么做的 他说他后期的话 就是最前开始七年 他就是一直亏对吧 后期呢 他怎么从什么开始转 什么时候开始转变 就是 离卖危机 离卖危机的时候 就是 此一休 这个地方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保证金 因为他肯定是用那个 就是杠杆交易 杠杆交易 如果股价跌的话 他会让你追钱 加钱的 那个时候就 你看他 正在上班的时候 在上班的 空隙的时候 然后出来了 把他就是 奶奶给他的 就是 邮政的定期的存款 一百万日币取出来了 去作为保证金交上去 这个本来定期存款 大家应该跟中国一样的 就是 你如果定期存三年 那到三年才能拿到那个利息 然后你三年之前拿利息的话 没有期没有满的话 那你肯定拿不到这个利息 对吧 他利息都没要 就马上把那个定期存款 提钱取出来了 去为了就是追加保证金 这个是那个 这个人 这个人他小时候 他的奶奶说 将来你如果有困难的时候 把这一百万拿出来用 就是很享受给他准备的 刚好 这个他真正需要用钱的时候 就到了 就是股票跌太狠了 就需要追加保证金 他就追加了 然后呢 就是幸亏 幸亏有这一百万 因为 因为那个 你如果不追加这个保证金的话 那你可能就被自动平仓了 那么你肯定就是 钱都没有了 你追加保证金 后面长上来 你还有翻身的机会 所以他翻身了 他现在想着 还觉得很幸运 然后他还说 那这个 把那个定期存款 那个解决的事情 还没有跟他奶奶汇报 他35岁 奶奶应该也90多岁了 好吧 然后呢 他说他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他考虑到 就是说 做企业的分析 就是价值的分析 他说 你买企业的股票 就是做波段交易 或者比较长线的交易的话 你相当于说 是买企业的一部分 就是企业的 你就是股东的 业绩比较好的公司的股票 不一定会上涨 但是呢 比较容易上涨 不能保证上涨 但是容易上涨 时间越长的话 这种效果就很明显 因为短期的波动 的话 可能就是偏离 那个股票的价值 偏离公司的价值 长期来看的话 一定是 一定就是会 就是说 跟着价值走的 我记得那个 巴菲特 我听过巴菲特的一些演讲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他比较赞同 他说 你做短线的交易 你说你问我 我这个股票 今天明天怎么涨 或者几周之内怎么涨 那我没法预测 但是 时间长了就知道 就是价值投资 好吧 然后我们再看看 他那个 除了这个企业的飞鞋之外 他还做了哪些 就是考察对股票 你看他第一个 就是选股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花了很多功夫 就主要分析企业的数据 我说我的观点 这个企业的数据 有的时候 它不是 不是很真实的 就是它会做财务上的一些掩盖 就看起来它是黑字 就是挣钱的 但是可能内在的价值 可能没那么多 所以说 这一点还是挺难的 非常耗不经历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真要分析企业 可能分析你 大家如果是兼职炒股的话 应该是在各个行业工作 可能找自己熟悉的行业的 熟悉的公司 然后可能更好一点 毕竟隔行如隔山 然后第二个就是 经济的就是整个的气氛氛围 就是宏观经济 他注意关注这一点 第三个就是说 止损一定要 一定要严格止损 然后如果盈利的话 就不要急着卖了 第三点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是在我视频中 强调的比较多的 因为我是目前 我只主要偏技术分析 但是第一第二点 我觉得是值得可以参考的 就是整个的 经济的环境 你像现在的话 经济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这个宏观经济 其实不太好 但是在股票这方面的话 因为那个 就是量化宽松的政策的影响 所以股票一直在涨 所以这个整体的是一个牛市的氛围 这个大家不要忘了 然后他说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第一点 就是选股 就是说 他说买股票的那个时机 哪怕比较差 但是如果好的公司的话 你那个就是多买几个 然后最终的话 就是挣钱的概率就会变大 他说第二点 你要看那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就是说尽量就是不要被被止损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 哪怕是公司比较好 但是整个经济环境不好 像那个宁曼受苦的时候 那个就是宁曼那公司倒产 就是破产的时候 那种情况的话 那么就会 你还是会被止损 就会亏损很大 好吧 第三个我就不说了 第三个其实我们那个 经常说的就是要止损 要严格止损 然后尽量慢点卖 好吧 我们再看看后面 他最后的 他说他那个 做了17年才达到1亿 他是有一个 有一个是他想说明一下 他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拿过十倍的 这个里面有个词叫做 Tenbago 就是从 假如一百 涨到一千的股票 他从来没有拿到过 也就是他的 他不是追求一次一下子来爆发式的增长十倍的 我知道有些书 有些人总是想就是说 一下子拿个十倍的股票 就通过这一炮打响 就是重仓一个股票 然后马上翻十倍 这种 这种的话 我觉得从概念上来讲 肯定是会低的 他说他如果不卖的话 然后呢 那个股票涨到十倍的也有 但是他中间都卖了 说明他是 就是觉得自己该挣到的钱 而且也没有重仓 我感觉 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强调说 他说 他说他现在还是在学习 这个日语的勉强就是学习 然后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他有些blog 我这是把他导到我的那个一个可以可以手写的一个notability这个软件里面的啊 他他每天都有更新好像大家看一下啊 他是专业投资者 所以他时间比较多 那4月15号 Chiko Kuno Yuna一斤一斤 他是这一天我我点开看到 我我这里面不就不点开了 好像买了四个股票财报出来之后都是暴跌的啊 所以说他也有跌的时候 虽然他能能那个能这这么多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原则和方法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把 就是价值投资和技术分析两个结合起来的一个投资方法 而且他做的不是日内交易啊 是算是波段交易啊 嗯 可能比较适合就是工作的 兼职做交易的人 嗯 好吧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的这个 嗯 从 从四百万啊 做到一亿的一个人的一个心得体会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 嗯 普通人的一个 一个参去参考啊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和体会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他的blog写的东西啊 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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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